新云大师说 做人要从读书开始 阅读可以让我们 独做一个人 独明一点理 独悟一些缘 独懂一颗心 欢迎来到我的阅读时光 我是妙开 大家平安吉祥 农历十二月初八 是佛陀成道日 在这一天 寺庙都会举办纪念法会 并以腊八粥供佛 也与社会大众结缘 佛陀成道日 为什么要供养腊八粥呢 佛陀成道之前 名为希达多太子 曾经在苦恨灵苦修了六年 每天只吃一麻一脉 以淡薄的物质 来砥砺自己求到的怨心 渐渐的他觉悟到 过分享受 不会达到解脱的大道 如果执着于苦恨 让身心受苦折磨 也无法证得菩提 唯有不苦不乐的中道生活 才能够迈向身心灵的解脱大道 有了这番体悟后 太子从苦恨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走到旁边的泥连禅河 让常年清净的流水洗去身上的购汇 由于太子太过瘦弱 因此晕倒在河边 这时 一位牧羊女在河畔的草原上放牧 看到瘦弱的希达多太子 倒卧在河边 心生怜悯 因此捧着乳迷前来供养太子 太子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后 渐渐恢复了气力 于是他渡过河岸 来到齐爷山的一棵菩提树下 金刚坐上端坐思维 终于在十二月初八的晚上 因夜赌鸣心而开悟成佛 由于牧羊女供养乳迷的典故 后来中国佛教徒起而校游 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这一天 以五谷或者是各种水果煮成腊八粥共佛 称为腊八粥 传承至今 这个节庆 广传到民间 一般人也在这一天烹煮腊八粥 也成为民间的风俗之一 为了庆祝佛陀成道日 佛光山跟全球各道场 都在这一天同步烹煮腊八粥 分送给社会大众 并把平安祝福送给每个人 根据统计 全球各道场 每年约送出250万碗的腊八粥 此外 佛光山台北道场 自1994年开光启用以来 为了方便都市人的生活步调 特别贴心设立以粥代茶 也就是以粥代替茶水 接待来访的民众信徒 这个制度延续至今已经30年 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也成为人间佛教弘法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佛光山开山祖师 新元大师曾经为腊八粥赋予三种新的意义 第一 腊月初八天气较为寒冷 吃了腊八粥能令身体暖和 因此有温暖的意思 第二 腊八粥是用多种不同的素材 柔和制作 因此有和谐的意思 第三 腊八粥取材方便 成本不贵 大家可以以粥代茶 不但解渴又可以填饱肚子 同时以粥结缘 大家吃了欢喜十分圆满 所以有欢喜的意思 因此 邀请您来一碗腊八粥吧 请下全球佛光山道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的阅读时光 祈愿您享受腊八粥的同时 能够吃出健康欢喜 吃出温暖和谐与圆满 也祝福各位在阅读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出更好的未来 我们下回见 每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 For your podcast 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